涼涼一組小朋友踢其球來 可是有模有樣 基本動作相當加實 世界杯足球賽才剛落幕 全台陷入了一股足球熱當中 不過這支足球隊 可不是倡促成軍敢流行 他們是淡水國小的足球校隊 在上個月甚至還獲得了 台北市社團盃的冠軍 也聽說校長對足球的推廣很有興趣 那我們就幾個家長一起 幫我們學校組成社團這樣子 那上個月有參加那個 台北市社團盃的比賽 成績還不錯 我們得到第五 但是它屬於社團的比賽 家長表示當初是幾名愛好足球 參加民間俱樂部的家長 一起把小孩子送到新式國小來念書 才組成這支球隊 目前已經有二十多名成員 小朋友不太愛看球更享受比賽 而講起自己最喜歡的球員 每個小朋友都是美希的粉絲 你支持哪一支球隊 阿根廷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美希 這也是為什麼你想要踢足球的原因 算是吧 因為我聽到足球隊很好玩 很好玩 他最近在世界盃是哪一支球隊 為什麼是在兩邊 因為你沒有美希 只有六七位孩子會踢足球 可是我們現在校隊有加到二十個人 而且剛剛聽說還有兩位是外校轉進來的 而且基礎很好的 那第二個部分我認為足球隊的教育還是要普及 足球教育要普及 所以我們事實上在新年度裡頭也會在周三的實驗社團裡頭 讓更多有喜歡的孩子去踢足球 他不是校隊 可是他喜歡 那第二個我們為了體育課 也會加重在足球教育這一塊 校長還表示 新的學期 學校特地徵聘了一位足球專長的老師 將來希望學校能夠進一步的推廣足球 取代躲避球 成為學校每個小朋友必修的運動 讓足球教育能夠在學校雜根 記得傳播為淡水採訪報道